嗨,大家好,我是星太郎 那因為平常都有在教水下攝影的關係 所以常常在網路上面 大家有 就是不論是朋友或是網友 對於一些水下攝影的一些問題 不定時都會在網路上面問我 對,那有一些其實我先前都有在網路上面 分享過一些文章 可是我從來沒有拍過 關於水下攝影的這方面 自己拍這些影片 對,那我想說 針對我過去所分享過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說 網友常常問我的一些問題 我把它整理 就是每次都花一點自己音樂的時間 那針對這些問題我自己拍成影片 我想大家也比較好理解 那想說未來我的同學 我的學生 那也可以經由就是 Youtube這個平台 那可以 對於一些我曾經講過的一些問題 可以做一些複習 對,那 首先第一次的話 我是針對就是 RX100的這一台相機 它的原廠殼 就是針對它原廠殼的一些問題 來做一些 就是我自己使用的一些心得 OK,那 RX100是蠻多人會選擇的一台相機 那像我自己使用過 我實際 也實際代下水過 有 2代 3代 5代 以及6代 這幾台我都實際擁有過 然後都有代下水 所以也算是還蠻有心得 因為它確實是一台 畫質還蠻不錯 而且體積相當輕巧的一台相機 對,那 它 可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買 它可能沒有做功課 所以它很快的就去買了它的原廠殼 那原廠殼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 呃 是針對我們如果是使用M模式 因為當我今天使用RX100 很多人是因為我想要使用它的M模式 就是我想要很 照我自己的意願去控制我的光圈快門 ISO 對,可是 因為原廠殼它捨棄了這個 後面 就是後面的這個滾輪的這個控制 所以呢,它變成只可以操控我們這個前面滾輪 那在我們的M模式底下呢 如果我控制我們的前滾輪的話 那我控制的是我的 預設是我的光圈 那如果控制我的這個滾輪的話 就是後轉盤 那控制的是我的快門 OK,那我今天就是說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對,如果想要調整快門的話 OK,那例如 現在我是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OK,那這個時候如果想要調整快門呢 對,因為我只有前面 我是可以調整光圈 我不能夠調整快門 那我們有一個方法必須要把它記起來 就是我們調整到我的S模式 OK,我的S模式 那S模式呢,就是我們所謂的快門先決 快門優先 OK,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在不論是你使用的這個前滾輪 或是後轉盤 就會變成都是我們的快門時間 OK,那例如我以這一次的 好,我們剛剛是設定在 好像1.25 對 那我現在設定在250分之一秒 250分之一秒 那我再轉回我的MO4 OK,我再轉回我的MO4 OK,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OK,這個時候呢 我的快門時間已經變成250分之一秒 對,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調整 那雖然說比較繁瑣 可是至少你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那我個人是覺得不會太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不太會頻繁的去控制我的快門 那當然還有另外的控制方式 這是其中一個 對,那當然我會使用這個MR的方式 MR 那我可以把我常用的參數把它記錄下來 那例如就是一個低快門的 例如三十分之一秒 一個高快門的 一百六十分之一秒 兩百分之一秒 等等 就是 就是設一個快一個慢 那我可以用MR這個方式 來去做調整 那也可以解決到 我可能沒有那麼方便 調整快門的這個問題 對,那 如果當然還想要 直接的 根治這個問題 當然是換防水殼 那如果還沒有購入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大概在一萬 我記得一萬 一萬三左右的 有一個Fantasy的品牌 它也是亞克力殼 可是它就有前轉盤 呃,前面這個控制 跟後面的轉盤的設計 那另外就是 Nodicane也是滿多人會使用的品牌 那它 雖然說 它並不能夠各帶同用 對,它不同帶會使用不同的防水殼 對,可是呢 它一樣 它有非常好 因為它是金屬殼 對,它費用的話大概是在 三萬塊錢 可是它就是一個全功能性的 對,那我實際上面有試 有一些防水殼 它其實 三代,四代,五代 它們是有公通性的 那這個可以 各位可以實際上面去試試看 因為不見得 我印象我自己手上 玩過的好像都有這個互同性 對,那各位可以確認一下 不過 像是一代 二代 是不一樣的 那三四五 類似 那六七代的話是一樣的 OK 這是我的一些個人心得 要跟大家分享 那 這是我 算是我第一集的內容 這是我第一次分享的內容 那 那我可能會看看就是說 呃 大家的一些反應吧 那如果反應不錯的話 它可能會針對 不論是我所使用的 各式相機的一些 心得 或是一些 一些小細節 例如可能TG 怎麼樣通知快門等等的 或者是像我實際使用的一些 閃光燈 光源 或是一些支架等等的 那我可能會在 呃 就是 英語的一些時間來去拍攝這樣的影片 嗯 那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